大家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专访 他表示希望与习近平直接对话,希望和中国进行沟通 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正在寻求机会与中国直接对话 他在采访中对于中方希望保持平衡的态度表示理解 同时他也认为这场冲突是以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主权领土为前提的 泽连斯基表示他想要与中方直接对话,乌方已就此提出正式要求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密切 在联合国安理会也有着一定的地位,此类对话会有帮助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它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所以它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俄罗斯 而且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 泽连斯基表示自己理解中国希望在冲突中保持平衡的态度 但他认为这场冲突是以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领土主权为前提的 他相信中国和乌克兰有着相似的价值观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和平中 祈愿能够安定 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截止8月1号的统计 俄乌战事造成了至少5,327人死亡 7,257人受伤 泽连斯基在采访中强调,在冲突爆发前的数年间 基辅一直在寻求与北京建立密切的关系 泽连斯基一直想让乌中关系得到加强,并且每年都有发展 今年是中国与乌克兰正式建交30周年 根据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数据 就去年而言,中国是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接近190亿美元 其中,乌克兰对华的商品出口额达到80亿美元 中国对乌进口额109亿美元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国家及其亚洲的盟友已对俄罗斯施加了多轮制裁 泽连斯基也利用个人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曝光 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施压 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帮助 本周早些时候,俄罗斯驻新加坡大使库达舍夫 他表示,尽管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指责 但莫斯科在亚洲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而且俄罗斯在亚洲的印象仍是雪白的 西方国家为孤立俄罗斯而采取的措施 事实上已经失败 对于俄乌冲突 中国外部此前明确表示 俄乌危机延宕至今 中国始终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 主张各方保持克制 各国平等对话 并以实际行动避免局势继续恶化和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 上个月7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 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 并阐述了中方围绕当前乌克兰局势的三点关切 其中一点就是反对损害别国的正当发展权益 王毅指出 有的国家以乌克兰危机为借口 对中国等其他国家滥失单边制裁既不正当也不合法 破坏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违反了国际贸易通行规则 也导致了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化和扩大化 各方应对此予以共同的抵制 并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际合作环境 最后谈谈我的看法 泽连斯基寻求和中国的直接对话 大家看这个时间 正好是佩洛西访问台湾 佩洛西访问台湾 那乌克兰本身呢 他面临着分离主义 也就是顿巴斯 乌东地区 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所以他的分离主义呢 和中国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就是国内呢 实际上出现了分离主义 都在镇压这个分离主义 乌克兰国内是镇压乌东地区分离主义 那么美国呢 大家看 美国一方面在欧洲 支持乌克兰 对吧 打击俄国 打击乌东分离主义 但另一方面呢 又在亚太 对吧 又在亚太支持台湾 支持中国的分离主义 对吧 支持台独 那大家看啊 美国的做法 是不是双标 美国说 自由啊 民主啊 人权 在乌克兰 他讲了吗 乌东地区 俄族老百姓 他想摆脱 对吧 乌克兰政府 摆脱乌克兰人 对自己的统治 美国说不行 啊 美国不行 我要镇压你 给乌克兰提供经济 提供武力啊 各种支持 镇压乌东地区 但你看反观 在亚太地区 台湾地区 美国又派出这个 佩洛西啊 窜访台湾 挑动台海的局势 事情大家看懂没有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就什么自由啊 民主啊 啊 你什么独立啊 统一啊 对美国来说 都是一样的 我只要符合美国利益 什么美国利益 挑动欧亚大陆对立 挑动欧亚的局势紧张 你只要打起来 是吧 你管 你管什么什么 独立不独立啊 乌克兰是吧 我就不让你独立 台湾我就让你独立 我就支持台湾独立 啊 你到乌克兰这边 我就不支持你独立 那美国呢 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你台湾人也好 海外华人也要 看懂美国的目的 啊 什么独裁啊 什么自由民主啊 都是美国嘴上说说 他真正的目的是 美国国家利益 这才是美国背后的逻辑 那么咱再看乌克兰 为什么选择佩洛西 访问台湾以后 寻求和中国的对话 那他发现了 中国也面临着 和乌克兰一样的问题 国内的分离主义 所以他希望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支持乌克兰 但是呢 最后我想说啊 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背后有美国 大国的博弈 那乌克兰很难获得 中国全方面的支持 为什么 因为背后是大国博弈 大国的博弈 就不会啊 像小国 像乌克兰啊 这个地区冲突 这样来思考问题 要从全球的角度 要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 所以乌克兰呢 很难实现它的目的 这是我的看法 另一点呢 实际上我之前讲过啊 乌克兰现在很担心啊 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啊 中国会转耳支持俄罗斯 所以这也是乌克兰最担心的 所以你看 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 乌克兰马上选择和中国直接对话 需要中国的支持 拉中国 把中国拉住 不让中国倒向俄罗斯 但是我觉得呢 中国会有自己的思考 特别是美国 大国的博弈 美国加入到 俄乌冲突 台海危机 那么中国会有自己的选择 针对乌克兰问题 中国也会有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定位 所以我说呢 中国即使未来和乌克兰呢 能够进行啊 直接的对话 但是中国在俄 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 也会有自己的 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美国呢 实际上正在利用啊 欧亚大陆 欧洲部分 亚太部分 各种地区的矛盾争端 包括独立势力 包括意识形态 包括民族宗教斗争 不断的挑唆欧亚大陆的对立 在科索 在高加索 实际上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影响 美国都在挑动当地的紧张 当地的对峙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之前讲过 切割 碎票化你欧亚大陆吗 为美国利益服吗 美国有什么 美国有霸权啊 美元霸权啊 你这个地区点一把火 那资本外逃 外逃以后呢 资本外逃肯定选择美国 支撑美国的啊 金融泡沫 美国的经济 美国在家躺着 每个月给你发几千美元 那钱是印出来的啊 那钱是不需要还的 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的 收割你世界 你全世界替我买单 谁买单 怎么买单 让全世界金融资本 回到美国 回留美国 拉高美国 国内金融资本 支撑美国的啊 金融霸权 美元霸权 这大家看懂了吧 我今天就想讲这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 他呢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寻求和中国的对话 担心呢 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 中国支持俄罗斯 但是现在看呢 我觉得背后只要有美国 中美这个博弈就是长期化 中国对乌克兰的态度 也不像过去那样 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上 中国有自己的独立想法 但你说中国会公开支持俄罗斯吗 我觉得也不会 中国也有个度 因为直接公开支持俄罗斯 对中国也不利 中国会寻找一个非常 我觉得会对自己有利的一个渠道 首先呢 就是通过朝鲜 今天呢 就讲这些啊 实际上我之前呢 说过啊 你看在美国对外的政策啊 你不要 局限在美国给你的一个思维框架 什么自由啊 民主啊 人权这个框架里 你以为美国真的关注这些吗 那你就奶衣服了 你就幼稚了 不是这样的 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你看乌克兰这个问题 他支持乌克兰 反对乌东地区独立 但对待台湾呢 他要鼓动台湾 新疆 西藏独立 美国的目的啊 就是在欧亚大陆煽风点火 切割碎片化欧亚大陆 自己可以获利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为什么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因为我发现啊 之前不管是什么民主啊 自由也好啊 这都是美国的说辞 美国自己并不相信 他所要的自由 是美国人的自由 你们互相打仗 我得到自由 我得到美元霸权 我到美国 对吧 可以获得金融霸权 经济的霸权 文化的霸权 科技的霸权 军事的霸权 我来统治世界 这是美国的自由 美国人嘴里的自由 是美国人自由 不是世界自由 这一点我看透了 所以我说欧亚大陆的崛起 才能打破美国 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